我問問你,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問小孩他們想要什麼樣的房子? 如果現在問我想要什麼樣的房子的話,我估計會給出一次瘋狂的答覆,比如說城堡或者摸他之類的。 我是蔡棒鴻我學七歲我在十一年級我也學中文上年了 现在我住在取诺港 如果你问我 你会把你的房子放在哪里 我会说在这里 因为冬天很冷 夏天很热 不像其他的地方 夏天和冬天都热 或者夏天和冬天都冷 现在是全天 有很多火草和虫 我也记得现在开始比小时候 更喜欢大自然了 现在越来越热 但是冬天下了很多雨 我通常不出去因为太热了 所以你看到其他人在 过屋中心和乐乐场的时候 我在我的房间睡觉 但是在晚上 你可以在外面看到我 我房子很宽敞 我们也有很多电脑和电视 有很多白色的家具 我们也有很多房间 我常常不会去我的火焰 因为虫子太多了 但是有很多花和青蛙 有高也爱书 我也害怕躲在树空里的人 我的房间很冷 我有很多衣服在地板上 我也听到很多招音 我买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通常会留在我的房间里 往前这件事后 我需要清理我的房间 在我未来的房子 我想要很多吃午空间 因为我喜欢买东西 之外 我喜欢我的房子有一个大的游泳池 和很多果树 不曾如此 我还希望有很多物质 也适合一个大的厨房 最后我希望我的房子 有很多字幕和教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